举重向来是中华队的优势项目 目前奥运累积三金五同共八面奖牌 相较于棒球 篮球 足球等球类运动 在世界各地职业联赛发展成熟 连带吸引大量运动科学投入 举重竞赛在国际间所获得的运科资源少了许多 科技部精准运科当中的精准举重团队 就是希望确保这项台湾的优势项目 能在国际大赛更加发扬光大 那我们台湾的运动科学运动科技的发达 不亚于其他的国家 那针对举重这个项目而言 我们运用了很多的高科技 AI的技术 IMU的技术 影像分析的技术 禽收 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都是从构想的源头到自己下去做绘图 到下去做打样 那所有的产品都是MIT的产品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支持台湾的科技 反映出在奥运金牌给他们带来的效应 像我们游泳 它有所谓的鲨鱼装 然后乒乓球做面 但我们举重因为这一个区块 是比较少人在Focus在这边 但是还好因为有科技部的支持 然后有台北市立大学教授们 愿意这个团队能够来帮助我们举重 精准举动团队投入杠铃轨迹分析 加上研发测力板 智慧杠铃 外骨骼机器人等设备 平常就以自家北市大举重专长选手 作为量测实验受试者 也和教练沟通讨论 更会定期到高雄左营的国家训练中心 拜访大力女神郭杏纯以及教练林静能 研究以及训练团队密切合作 确保研发出的软硬体 侦测记录大量数字与资讯 第一线教练选手 能真正派上用场才有意义 各种数字也就代表这个数字可能大一点 可能是你偏移角度多一点 这个速度慢小一点 代表你的速度可能不够 速度不够的话 你可能要从你的协调性 从激励大 还有所谓纯速度训练去着手 明确的四个项度上面就是 第一个要精准的训练 然后应用精准的技术回馈 然后研发和引进一些 精准的高科技器材 最后因为选手他们的训练 还是会疲劳 还是会有伤势 我们用精准的防护 跟医疗的这个角度 来帮助在四个项度 能够面面俱到 正值巅峰的郭杏纯 2016里约奥运铜牌 2017台北市大运破纪录摘金 2018亚加大巨港亚运金牌 可说是只差一面奥运金牌 就圆满了 期待运科助阵之下 顺利达成目标 站上世界之巅 爱尔达电视里 还谢新智台北采访报道